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動地產今日中午公布中期業績 中期順利增加1.4% 而扣除物業重股因素 基本順利增長2.9% 好過市場預期 公司維持派發中期息每股1.7% 業績會上行動地產董事長陳啟忠表示 今年上半年業績表現穩健 又說至政府微調上賠印花稅措施後 樓市順跡好轉 他對未來樓市表現樂觀 我也猜不到政府的政策出來後 那個良好的反應這麼快出現 我一向都說政府今天做對的事 樓市第一沒有學從正在飛升 甚至有些微跌 但是就不像有些人說到跌20% 25% 我們從來不相信它會跌這麼多 量不是跌得很交關 成交量還在 但價錢就沒有太多的升跌 我相信這個是大多數人樂見的局面 樓市平穩發展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我個人還是認為不像這麼快會切招 而行龍旗下的天津行龍廣場 將會在今年9月開幕 被問及內地消費市道有所放緩 會不會影響廣場出租情況 陳啟忠就認同 今年開業會面對零售市道放緩的問題 但他相信 商場營運首年回報能夠達到目標上限 今年開場是一個比較不容易的時間 不過環好我們的同事也算是這樣的 租了大概86% 到開張的時候 手上我們經營的應該到90% Expect的Return是4-5% 我們所有的商場開張的時候 都是對外話 應該是4-5% 相信會達到 高一點的範圍 寶貝特首席